和平 和平是当今世界最宝贵的财富 有人问 有没有通往和平的道路 实际上和平本身就是道路 没有和平 发展难以为继 没有和平 合作无从谈起 为了和平 哪怕仍有一些希望 就不应亲眼放弃 哪怕还有一点可能 就要付出百倍努力 乌克兰危机还难以走向结束 党务之急是坚持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中国正在做的 是发挥建设性作用 穿梭斡旋 劝和促谈 而不是火上浇油 趁机余力 本届联大期间 中国 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 共同成立 和平之有小者 目的 就是秉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为政治解决危机 汇聚共识 为实现和平的前景 贡献力量 巴勒斯坦问题 是人类良知的最大创伤 袈裟冲突 仍在延宕 平民伤亡 与日俱增 黎巴嫩战火又起 强权不能代表正义 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的夙愿 不能再被回避 巴勒斯坦人民 遭受的历史不公 不能再被无视 全面停火 刻不容缓 两国方案 是根本出路 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力的正义事业 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中方近期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突破 我们将继续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 为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实现中东长治久安 做出努力 阿富汗问题 要帮助阿富汗 稳健施政 有效打恐 改善民生 重振经济 为阿富汗人民 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朝鲜半岛不能再生战端 要持之以恒 推动局势降温 坚持对话协商 解决问题 实现停河机制转换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中国深知 亚洲地区需要的是稳定发展 反对的是分裂冲突 亚洲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 和全球增长的关键引擎 有智慧 也有能力 通过地区合作 稳定局势 通过对话协商 拓出分歧 我们坚决反对 预外国家 把黑手伸向这一地区 坚决抵制任何势力 在此 兴风作浪 挑动对抗 眼前签 向前达 智慧 在脚 散工 散工 切成 散工 靠 Jim